丁总 雨薇和我们同时发表了新品设计 雨薇推出的新品设计风格 非常接近DI这次发表的新品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贵公司的设计 该不会是抄袭别人的吧 所以我要提醒丁总 这很有可能会影响DI和IRM之间的合作 我们公司真的没有抄袭任何的设计 一切都是原创 那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丁总你解释一下 这次的设计却是个意外 我有难言之意 还希望你能谅解 那丁总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IRM可能会终止跟DI的合作 IRM已经正式通知我们取消合作 这不仅仅是公司亏损的问题 还把DI的名声都给搭了进去 你也看到了 DI集团的新品 彻底地输给了和雨薇合作的木灵山 这也证实了 DI真正需要的是木灵山 而不是岩下 董事会已经决意取消你的一切职务 这次只做内部处理 不发公告 三天之后执行 并且移交你名下的所有股权 今天我就会完成所有股权的交接事宜 并向董事会正式提出辞职 至于我手上的相关业务 也已经整理成策 随时可以交接 我向各位道歉 喂 你好 请问是岩下吗 是我 你好 我是丁文孝的同学 我叫吴孝 你好 有什么事情吗 你有空吗 我们可不可以见面聊聊 如果你不爱临山的话 那么麻烦请你离他远一点 我不想他再受到任何伤害 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牧总监 设计部门的人都准备好了 就等您去开会了 你好 岩下 实在抱歉 这么冒昧找到你 没关系 其实 很早我就看过你的设计 你看过我的设计 对 是文孝给我看的 我也挺欣赏你的设计 这次 DI的新品销售失败 文孝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我想 这个你应该也很清楚 他现在 面临一些困境 我想帮他 他却拒绝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找上你 需要我做什么吗 我一定会做 只要能帮到丁文虾 我一定帮 慢点 慢点啊 来 来 来 慢点啊 放手 来 来 来 进 十二圈 喂 颜东 你现在赶紧去消失光年 什么事 这么着急 对 那个丁总为了帮我实现梦想 失去了DI总裁的位置 还用自己的股权 作为赔偿了 房子又搭进去了 所以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想让他暂住再消失光年 记住啊 千万别让妈知道 好 好 我马上过去 我终于要离开 这座孤单的城堡了 可往后 我去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 先生 东西要搬到哪儿啊 你还没有给我们地址呢 好 消失光年 消失光年 想扩大经营规模 正好你没有工作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待遇从佣 管吃管住 扣除成本和股东分账 所有的利润 我们一人一半 音响 听我把话说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音响 我承认我说了谎 说了一个谎话 需要用更多的谎话去圆 但是我为了我的父亲 我不得不说 音响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只要你不嫌小 欢迎你的加入 看来我真没找错人 能应对这头绝驴的 大概也只有云霞了 哼 牧总监 我和同事们讨论过后 都觉得您下一个季度的设计 更适合走回Di的原本风格 牧总监 您的意思是 牧总监 你订好方案后告诉我 我有急事要先走 是 牧总监 凌珊 你不是在开会吗 这么快就讨论完了 我有急事 什么急事 我要去找温孝 凌珊 不是说好了 咱们先不要打扰她吗 不行 今天我必须要见她 那好 我送你 来 我任务已经完成了 姐 我去产了 颜东 谢谢你啊 说什么呢 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要不是因为你 我姐的设计也上不了生产台 你是想让第九条姐知道是不是 注意形象 千万别破坏了别人心中的美好形象 我 原来你这么凶啊 你又不是没见过 也是 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在街上推了我一把 我差点就 别说那事了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我妈才对你极度反感 你这个人 怎么不知羞耻啊 你明知道我们家颜下有对象的 你怎么还在中间搞破坏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这要是大白天的 可能我误会了 这现在都几点了 啊 半夜三更 过男寡女共处一室 能误会吗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颜下做了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可饶不了你 我 阿姨 你个臭小子 你别跑啊 阿姨 你叫我人解释 那么 那我要是在这儿住下 被你妈知道了 她不常来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 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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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孝可能出去散心了 霍真子应该会回来 真的是这样吗 那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让我回迪埃真是温孝的决定吗 我哪有那么大的人事权 可以随意让你回迪埃 不是只有董事会同意 这样才可以执行吗 好好做好你的迪埃首席设计师 帮助迪埃上市 温孝自然会回到你身边 来 丁总 我请你吃饭去吧 不用了 你快回家吧 免得你妈担心 你放心 我妈看我看得没那么紧 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 我还没有落魄到 连饭都吃不起吧 请你吃饭 除了感谢你之外 还要替思琪向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 我会离开迪埃 是因为我的管理不当造成的 聂思琪她是在帮助我 我干嘛怪她 你不怪她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都不一样 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跟你一样 再者 她又不是迪埃的员工 不是吗 其实她之前来找过我了 向我道歉 但是 我把她骂了 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这么说 是你应该向她道歉才对啊 丁总 没看出来你还挺讲理啊 那你为什么在DI的时候不讲理啊 一个公司呢 有很多没有进取心的员工 所以我必须要强硬地鞭策他们 他们才会有伤心 所以你一天让我交出十张稿 也是在鞭策我啊 那是特殊情况 那是为了让你尽快地融入DI 可是我没想到 凌珊会那么排挤你 那是因为你过于看重我 才会让她引起反感 那我也只是在工作层面上 并没有掺杂任何的男女情感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现在这个态度 是站在男人的角度看问题 如果我是慕灵珊 我也会这么想 毕竟她是你的未婚妻 那是我爸的意愿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有跟她坦承过吗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表示 你在心底 已经默认了这件事情 你的若即若离 造成了她的强烈不安 所以她才会处处针对我吧 她会被许摩纯利用 都怪我没跟她坦白 丁总啊 你做事情一向果断 那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慕总监吗 可是 我怕伤害她 可是你不觉得隐瞒她 对她伤害更大吗 灵珊 你放不下文笑只是不甘心 并不是真爱 如果是真爱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索取相同的回报 就像我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但是我不求任何回报 哪怕是你狠心地拒绝我 我也不会舍弃你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的 莫辰 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都记在脑海里 但是心里的位置太窄 容不下你 莫辰 真的对不起 灵珊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真正敢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要 聊着聊着就忘了吃饭了 要不我叫上思琪跟仁煦 你就当陪我跟思琪道歉好吗 行吧 你竟然这么坚持 走 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言下 喂 你竟然让人去老地方见 我 言下 走 谁 人叙啊 言下约我们去烧烤摊 你去不去啊 人叙 人叙 任逊 任逊 我们各走各的 任逊 思琪呢 怎么没一起来啊 我没和他一块走 你们两个又闹病定了啊 我是我 他是他 别你俩 你思琪了 思琪 丁总 对不起 你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最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说你们这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 什么时候开始啊 对 任逊说就对 来走一个吧 来 一二干杯 哎 任逊 你又在生什么气啊 我没生气 我就是不想跟他碰杯 没生气你怎么了 别问我呀 问他 我不知道啊 就我出去那几天 就变成这样子 任逊啊 你是不是在气 思琪跟许墨尘出去玩了 我跟许墨尘出去 耽误了网销 丁总都没生气 他气个什么劲儿 切思琪 眼下丁总 我有事儿先走了 哎人人 好端端的犯什么病啊 聂思琪 你看不出来任逊在吃醋吗 他吃醋 他干嘛吃我的醋啊 他喜欢你 他喜欢我 可我不喜欢他啊 我喜欢的 是许墨尘 那许墨尘喜欢你吗 当然啦 要不然 他干嘛跟我出去旅行啊 他约你出去 是为了对付丁总 我跟许墨尘出去旅行 怎么就能对付到丁总了 新品发布上市那几天 雨薇在销售上抢得了先机 而网络销售渠道 是我唯一可能反败为胜的机会 他知道你喜欢他 所以借着旅行的名义呢 让你断了丁总的后路 我问你 他约你去旅行 他提前跟你说了吗 没有 那你们俩都去哪儿了 也没有去哪儿 就是 在一直吃饭 购物 购物吃饭算旅行吗 你被骗了 许墨尘他不会骗我的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你今天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说他坏话是吧 这饭我不吃了 哎 四齐 听不懂好累话 嗯 还真看不出来 这许墨尘为了把我赶出迪安 伤害了那么多人 不要 谢谢 好 谢谢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时候说实话伤人 为了不伤人 就勉强自己去说谎话 说了谎话 要用更多的谎话去圆 这做人还真是一门 难捏的学问 对 就好比一个裁缝 需要一把尺子 去量身上的尺寸 多一分 少一点都不行 只有最精准的尺寸 才能做出最合适的衣服 这就是我们这门手艺 要传承的 最适度 最合逸的精神 在浩瀚的夜空里 哪怕只有微弱的光 也要努力地闪烁着 永远不想被遗忘 经董事会商议 决定推举许墨尘担任 蒂埃新任总裁一职 蒂埃是你父亲的原创 总裁这个职位由你来担任 再合适不过了 感谢各位的台 我个人呢 对集团管理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希望各位长辈们 能够协助于我 虽然这一期的新品销售停滞 但是蒂埃集团 并不会因此而止步 现在牧总监已经回归了迪爱 事实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 所以 我想推出以她为中心的 设计师品牌 我将这个品牌命名为 信牧 言下的设计 是由你从迪爱取出来的吗 是 许先生交代给我的 那我走后 许墨尘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准备办理辞职 许先生告诉我说 如果我想让您重新回到迪爱 就需要我的帮忙 等我拿到 言下的设计稿之后 就办理离职 你帮我私下打听一下丁总的事 千万不要让许墨尘知道 是 牧总监 灵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经董事会决议呢 将推出以你为名义的设计师品牌 品牌的名称我都替你销好了 叫信牧 这么重大的决定 闻孝参与了吗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的 第一时间就来告诉你 至于闻孝有没有参与 这个我也不清楚 周琴 最近怎么没见丁总啊 丁总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 所以没来公司 上一期的新品发布会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他还有什么其他事 丁总的私事 我可不敢顾问 我哪知道 我们牧总监说了 关于下期的新品 想找丁总开会 麻烦你通知一下 好 我会跟丁总联系的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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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早都又没客人 你在忙什么 我在做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去接个电话 喂 周琴 什么事啊 丁总 牧总监回到公司 就一直在问您的事 现在蔡宁也跑来打听 您说 我该怎么回答 你就随便找个理由 搪塞过去吧 可 可他们是找您开会 这怎么搪塞啊 你就说我出去旅游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离开 给DIZ带了麻烦 行吧 那 那我尽量拖延 对了 丁总 您最近还好吗 放心吧 我没事 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好 丁下 过来 过来 干吗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萧氏光年的标志 穿上这个你才能完全地融入这里 来 转过去 抬着 我第一次穿这个 感觉还挺特别的 好看吧 火焰光临 好 说话也看我干嘛 说什么 火焰光临呢 说 我说不出口 你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这件衣服您是想改一下呢 还是想 加一些点缀呢 我觉得如果你在腰间加一些点缀 会不会好一些 你要加一个腰带或者是 你看 我觉得你这个胸口的位置太大了 可以加一个扣子 不然会曝光的 好 然后你看这个绣长啊 可能现在稍微长了一点 我觉得 欢迎光临有那么难说出口吗 我以前没说过思雨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放不下面子跟心态 我们的工作就是服务客人 见面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亲戚的笑容跟热情的态度 是在这儿的唯一宗旨 这个呢 就是你在 萧氏光临里的第一课 能不能挑过第一课 不能 那现在又没客人怎么上课 刚刚那个客人 修改的衣服呢 三天后来拿 我修改衣服只需要三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有时间 我来当你的客人 牧总监 周琴像是在隐瞒着什么 我怎么问他 他都撬不出话来 他只说 丁总在忙他的私事 蔡宁 谢谢你 那牧总监 下一个季度 关于下季度的事 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 不及时讨论 好的 牧总监 我回爹哀后 就再没见过温孝 他也不肯接我的电话 这事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我一定要搞清楚 欢迎光临 我听不见啊 还有你那表情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还以为别人欠你多少钱呢 放轻松 再来 欢迎光临 声音还不错 声音不诚恳 还有 注意表情 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对我来说太难了 那是因为你打不开自己的心房 放轻松再来 欢迎光临 声音还OK 但是这个笑容啊 一看就是假笑 脸笑这么僵 一看就是假笑 好 方秋松 笑一个 笑 丁文笑 你知道吗 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看了都有点心动了 你别不信 我说真的 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种微笑呢 我可能 可能怎么样 我可能会真的爱上你 但我不可以 你怕爱上我 就伤害临山 可能生意会更好 再来 你 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永远只属于严下 你不可以去抢属于别人的感情 严下 你不可以去抢属于别人的感情 欢迎光临 这个笑容 这个笑容 是那么的亲切 又那么的温暖 怎么样 痛过了吗 你呢 你呢 还好 你呢 我不会浪费 我 我 小兰 有你呢 你呢 你呢 我 去吗 我 你说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不理我了 你说 他是不是 是不是在骗我 他骗不骗你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不适合你 可是 我喜欢他 光凭你喜欢他有用吗 他要是真的喜欢你 怎么会不接你电话呢 可能 他真的在忙 所以 你不用替他找借口 你心里要真这么想 何必担心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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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辰 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啊 是不是应该先 规划一下夏季的新品计划 王总 我现在已经担任了 DI总裁一职 我想 那当然好了 DI可以跟我们谈合作吗 DI想上市 最快的方法 就是跟我们谈并购 让DI挂靠在我们雨薇旗下 王总 我想你会错意了 就算DI要上市 那也是独立上市 是不可能被雨薇并购的 现在牟总监已经回到了DI DI DI现在也正处于积极开发 属于牟总监的个人品牌 所以王总 以后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合作了 那许总 那之前我们刚成立的初心访工作室 不就结束了 这一次的收益应该可以弥补工作室的损失 徐某尘 你是在利用我 除掉丁文孝 王总 商场上只有利益而已 没有利用 我们只不过各取所需 说得很好 利用完我以后 就想走 没那么简单 喂 无枪 爸 你失去的一切 我却能帮你夺回来了 我也彻底把丁家赶出了底埃 但我背着他做的那些事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万一 他又是守我而去 我该怎么经营底埃 无孝 你是温孝最好的同学 你不可能不知道他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想在别人背后睡前话 我觉得 你还是自己去问徐沫尘吧 吴玲珊 你在哪 我在看我父亲 怎么了 我马上去找你 你看啊 就像这种衔接口啊 你可以隔三隔调一下 隔三隔调一下 这样就不会那么繁琐了 这活还真细样 这 这要眼神不好 还真干不来这个 细活多着呢 我再给你找一找别的啊 好 你看 就例如这个线穿着眼 看着紧的 给我试试 试试 丁文桥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眼神不太好啊 丁文桥 手势也错了 看我啊 你 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儿恶心吗 不恶心啊 你就像我刚才一样也试一下 然后再穿一下 我不要 试一下吗 我不是 试一下吗 我不要 你试一下吗 你不要把口水粘动一份了 你别把口水粘在我身上了 你别把口水粘动一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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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你姐眼睛里见沙子了 是沙子 现在好点没 好多了 我要去工作了 小心谎言被戳穿 这一切是不是为了让文啸 离开迪爱所设的计谋 设计谋的不是我 是丁文啸 他利用你 他只把你当成工具 他做的这些 就是为了完成迪爱上市的目标而已 就算你为他做出再大的付出和努力 他都不会选择和你结婚的 在丁文啸的眼里 只有言下 丁文啸选择的是言下 不是你 是 谢谢大家